哈喽,大家好,我是保持哥 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前几天我们到苏州异度交流会 收获了很多老慈庆 昨天还有今天 我们都会陆续直播分享给大家 做个详细介绍 然后今天我们先给大家 先赌为快 先带大家先看一看 满满一桌 收获满满 然后我们先看这么一对 高竹的碗 这个碗是民国时期 女皇又开窗 花卉苗金 粉彩苗金的一个画面 然后是成对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底款 景德镇江西 于心发灶 一个致死的唐号 那么它的挖竹比较深 所以是一个高竹的这么一个 可以叫托盘 也可以叫做一个高竹碗 非常漂亮 而且沉醉的 品相也很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看一个青花的品种 这是一个青花的霉瓶 这个瓶子的油水 非常之干净 然后我们看一下冰霉的画法 这种碗青 冰霉的画法 还有这种冰霉地的 层次 都是非常的 金银剔透 油水非常之好 然后东西是一件非常洒开门的 无论是在文式画法 还是这个右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底竹 是康熙年制款 一个四字的青花寄托款 我们看一下这个底竹上面这种细微的沾纱和右面这种状态 大家记住 这是一个典型的光绪时期的一个寄托款 然后它是小康 防老康的一个作品 这个尺寸是13公分 还是相当少见的 这么一个冰霉的 而且是全品的 这是口言 状态大家看一下 然后是全品的一个 给大家介绍一些 美女 美人如玉题材的这么一个画面 看这个画片也是相当的精细 也是以民国时期一个典型的画面 然后像这种细路的高竹盘 细何在呢 从哪里可以看出细路呢 看这个高竹 这个腰部的这个点缀 卷草纹 用苗筋画的这个卷草纹 下面是这么一个 民国的一个博古吉祥的文字 落款 在这个腰部的点缀是相当精细 显得特别有档次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细路的 一个较高档次的一个高竹盘 非常好的一件高竹盘 这边是一套盖碗 茶盖碗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竹节的一个盖罐 它的这个四个戏看到没有 它是用这个竹子型啊 竹节型做型的竹节盖罐 包括它这个整个罐体啊 是一个桶状的 同时这个还有一圈圈 这个类似于竹节的这个玄纹 口言这个苗筋的 我们看这个底部 整个都是非常的漂亮 底下也很好啊 只有有一些轻微的吊彩 这个冷物这一块 有点轻微的吊彩 其他的品像是全品的一个 这可以当一个大笔筒用 当一个大笔筒或笔海用啊 然后我们继续介绍一个茶杯 这个企业很多都是和茶器有关的啊 再来给大家介绍啊 这一个皮球花的一个把杯啊 这个也是一个茶杯 可以喝茶用的一个器 那么它的这个底款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是南昌 新东华出品 这个也是在南昌的一个 致辞的唐号啊 或者说是一个 以持经营为 媒介的这么一个经营的唐号 然后它的整个这个皮球花的画片 非常惊喜啊 大家看到 里面有福山寿海 这个是福山寿海图 画的福山寿海 也有画的这种各种的 这种奇花异巢 还有画这种葫芦的 花蝶绵绵葫芦的 葫芦万年的这么一个题材 整个做工是相当的精细 相当漂亮 然后也很完整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喝茶的物件 然后呢 还有这么一套绿柚的茶杯 绿柚梅花的茶杯 年份是同一时期的 也是民国时期的 这个背后有Made in China 这个寄托款 是当时的一个出口外销款 是一套 也是全美品的 非常漂亮 另外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很有意思的 也同样是晚清 晚清时期的这么一个葫芦瓶 非常漂亮的一个小中建大的小金瓶 因为像这种瓶子 做成葫芦瓶的还是相对较少 而且总体而且特别完整 有花鸟图 花蝶图 这么一个装饰文样 整个是9公分 小中建大的一个花器 一个掌上把玩的一个小金瓶 然后我们再介绍一件青花的 青花的物件 非常漂亮的一个人物的 青中人物的青花 人物的一个周冠 全美品 十字右水画片发射 都是非常质量高的 所以大家可以拿着玩 非常难得的一件 这个是一个珊瑚红幼民国时期的一个周冠 这是一个珊瑚红幼民国时期的一个苗金大西瓜冠 这个盖子是后配的一个红木盖 然后呢 整个样式也是非常的漂亮 非常喜庆 这边是一个荒天喜地民国的一个大冬瓜罐 也是完整的 这边是一个盖盒 三节盖盒 很多东西咱们这里都特别完整 这边还有两把黎氏壶 也都是民国时期的 这件小硬核 这个盖子呢 是非常的 这个盖子非常的精细 看到没有 人物刻画的非常精细 非常漂亮 一锦还香土 然后盖子有一点小飞皮科 有一点鸡爪 但是整体搭配着还是很不错的 在咱们博古架上面 还有一些物件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一把非常有意思的 创意的一个老茶壶 把它拼成的 然后这是一套 也是非常精美的 非常少见的一个 红服七天 七级浮屠的这么一个背盘一套 这是一个民国的 人物的唐钢 这是一个 应该是八方的 造型非常特别的 一个人物的 肥皂盒 然后这个是刚收到的一件 题材是二甲船炉的画片 一个唐钢 口上有点轻微的刻 其他都还好 但这个画片题材是相当少见 同志本朝的 这款也是同志年制 那么今天晚上六点半 老时间 咱们直播间不见不散 欢迎大家来寻宝解露 交流互动 分享更多的老师知识给大家 进行大家关注 拜拜